我看到桌面有一支雞骨草 為何會有一支雞骨草呢? 我看到一個雪櫃 有一支紅大的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紅大的 我現在在做節目途中 有十幾個電話 不斷打來即時收線 不斷打來即時收線 但又有電話號碼 等我做完節目之後 我希望他們 我不知是想挑機還是怎樣 但這樣來十幾個電話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你見到只有20個 每個不同的電話號碼 我一會逐個打去吵架他們 大家放心 其實很多朋友打來都會被我吵架 甚至乎有些都不是朋友 最特別的一種是哪些呢 就是問我有甚麼東西扭賣 我通常都會吵架他們 說馬拉有甚麼東西扭賣 第六節我先講 先講DSE 一如既往 首先我覺得時光很快 我還覺得我兒子很小的時候 因為他去馬來西亞讀書 就避了DSE 否則其實他明年 即現在是2019 2020年其實他都要考DSE 他會考成怎樣呢 我都很難想像 但在我眼中他仍然是一個Big Baby 即是說Big Boy 所以他的男人很大 我兒子的男人很大 他一出生時我父親跟我說 你兒子的傢俬很厲害 那我兒子的嬰兒 那個嬰兒是否厲害 那也厲害 真的很像我 93014128 那你即刻收視 93014128 93014128是即刻收視 我一會兒用不同的電話 我覺得是玩的電話電話多 但我其實你們玩到甚麼 如果你是要找我,你第一可以 因為他們用古惑仔電話未必打給我,我打電話 其實你這樣打來,我都立即打電話 我都立即打電話,你沒什麼意思 當然我們已經立即有工作人員打電話給他 9301428,因為電話都不聽,真是很有趣 當你是連續幾十個電話打給我的時候 你不會離開那個電話很遠的 見到電話,即使那個電話不是我的 他都不敢聽 很多人的,好像昨天有個男人 93014、091又來了 是,有9301 這些是電話出來的電話 近來一定是多人挑機的,那些藍絲 一定是這樣,我也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們說回DSE 12個狀元 10個想行醫 我們都不知說過多少次了 大家看到香港是多悲哀 讀書聰明的人都希望做醫生,為什麼呢? 生活穩定一些 因為現在的專業,雖然辛苦也好 多辛苦也好 某程度都是相對比較穩定一些 如果做到其他專業,甚至律師、工程師 都未必有運行 他們不是不知道的 他們知道的 但是呢 我就很不喜歡那些媒體 那些什麼激勵故事 那些就連得這樣做 我想很喜歡 更加不喜歡他們去迫問那些學生的政治立場 然後呢 只要稍微有些人保守一點 就說是老人爭 那些網民問我們自己有 沒有想法 但是這次呢 我看回差不多12個學生 全部都是覺得 林鄭可以做好一點 全部都是 12個學生就是這樣 全部都站在那邊 我真的要覺得這樣 年輕人 你們今時考得厲害 當然你們有付出的努力 但是正如我們之前這樣說 第一 考試厲害 和你日後的制如是完全沒有直接關係的 某程度 因為你的考試厲害 你將來踏入社會的路 比較順一點 可能也因此 而令你日後的路更加難走 也有的 因為你走得順 對自己期待高 日後你面臨挫折的時候 你就更加痛苦 人生就是充滿著挫折 不如意事 實常不是八九 是九十九點九 如果你現在很辛苦 我覺得也挺好的 千金萬買少年窮 我昨天說過 你一打來馬上收錢 有什麼意思 我還未聽 甚至乎怎樣 那麼辛苦自己 這麼有趣 或者好像之前 大家打來 你老母 真的很好笑 人生是很公平的 究竟你的Hard Time 是在什麼時候呢 很多時候因為你的順味 譬如現在考DSE 可能很容易拔尖 你這麼好的程式 現在不是說拔尖 因為DSE直接入大學 你要選自己好的科目 你反而日後遇到不如意的事 不如意的事 你是難面對 也有機會 還是我的電話壞壞的 我懷疑自己的電話壞 你打來兩夜 每次都在19301 後面那四個字就不一樣 是嗎 OK 你這麼懷疑心水清 當然 但我一定要打電話去吵架 我現在很心急 我懷疑你 我懷疑你 就是這麼懷疑 你打來串咎我 有些人 我打回電話去 他又不懷疑 你懷疑你 我懷疑你 我懷疑你便懷疑我 他也是懷疑 我懷疑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記住 今時今日的政府這樣 我希望你們才不要變成政府這樣的人 因為很多時候 當你踏足社會之後 你們又會變成現在的建制 我希望你們記住 這一代人是怎樣做事 怎樣對他們的下一代 因為日後你們真的要引以為戒 因為我相信你們能力大 我當你們 好了 人生沒事的 考得不好的 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說一些說話 我覺得我又不太想說那些 因為我們現在當然要跟你說 小菜一碟 但是當你是那個少年人 在那個階段的時候 你又沒有什麼特別 工作經驗 各樣各樣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現在 這個成績 就決定了 你起碼未來 這幾年裡面 你用不需要出去做事 還是讀什麼書 有沒有書讀 一定是重要的 可以對你們來說 不過我都再老套地跟大家說 真是好 一點都不重要 甚至乎你是否有一個 有什麼關係 沒錯 好像我們有個網友 有個老友記 已經去過 我們沒有想過 甚至乎跟我們團 又去馬來西亞 那時候我馬上叫他 他在團的時候問我 糟了我香港成績學得不好 怎麼辦 外國的大學這麼貴 就去馬來西亞 很多拉曼、南方、韓桿 新紀元其實不差 你試一下 反正你想試在馬來西亞住 試一下這邊的生活 讀完書 你OK的 你就申請第二家園 那他現在拉大手過去 拉曼正 拉曼在馬來西亞都是 華人圈頭 就是頭幾間 最高級的 在霹靂州 學費也不貴 三萬多元馬幣 好像是五萬多元馬幣 五萬多元馬幣 三年 學費 就是港幣十萬元左右 就是三萬多元一年 連同生活費 其實連同生活費 五、六萬元就搞定了 就是港幣 那是讀書 那是否比香港和富學士好多呢 他當時就說想讀富學士 那是否不好 他說讀魏俊 那更加不好 讀魏俊 讀魏俊也可以 都可以的 他可以做當差 但是讀魏俊 那就不要緊 體力是可以練的 好了 接著就 人生太... 不說了 總之 讀書呢 在我來說 尤其中學階段 只不過是他們的老部 快樂得早些 和既成好些 懂得考試 對我來說 譬如我真的不覺得讀書 在你的事業上 是有甚麼很大影響 尤其是現在的關係 現在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教育的事情就不說了 反而想說說這件事 我真的很想接聽他的電話 我真的忍不忍住 這個其中一個 又收了線了 是啊 他打來這樣收線 沒有意思的 還有他究竟有多少個號碼呢 一、六、二、三、四、五 也不用數 六、七 他有幾十個號碼 你有沒有去哪裏 九字頭 各位網友教我 九字頭的號碼 電話號碼 有甚麼可以寫出來的呢 要不是他用幾十張卡 來打電話給我 這麼好東西 這麼重本 這麼重本 這麼看得起你 有幾十個電話 九字頭好嗎 各位網友跟我看看 另外一件事 真是九為了的一號皇庭 我真的要說這件事 實在太離譜了 我們Jingle還未做好 一號皇庭的Jingle 沒有人去義務做 我們觀眾 是的 一號皇庭的Jingle 先吵聽一下 喂 吵你老母 我聽到還未聽一次 你又收了 真的好 麻煩飯 只要逐個搏都麻煩飯 話說 有個地盤功 首先 我要這樣說 這些案我們不能夠用職業 首先不能夠用職業去代入 阻下去 因為很多 在上頭社會一樣發生這些事 聲稱因為一時衝動 在2016、2017年 兩年之間 在家裡 兩度非禮 非禮是誰 同居女友的女兒 十二歲 其中有一次她更加闖入廁所 跟女童一起洗澡和非禮去 去女友 之情後就報警 地盤功人昨天在這個區域法院 承認有兩項非禮罪名 法官將被告橫押到7月31日才判刑 期間就索完被告的背景和心理學家報告 以及女同X的創傷報告才判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我自己的 我經常覺得 如果女同X的心理創傷是少的 是否可以判刑她輕一點呢 因為她自己的心理承受率強 我經常覺得這不是判刑考慮的 反而是動機 教育背景 以及會不會再犯 你們想不想 好想都可以看到 無論如何 我們先講講案情 首先任職工人的被告 她今年 只不過我剛才這樣說 大家只想到她的阿叔 那些老鬼 是27歲 27歲 神經病 如果說2016至2017年間 即兩三年前 她是24、5歲 神經病 是多年輕24、5歲的年輕 24、5歲 追求什麼女兒都可以 24、5歲 好了 她案發時 就跟12歲女同的老母 是情侶 我們首先搞清楚 12歲女同 其實她帶的女同 都可能是12、3年 基本上她跟女同 即女朋友的女兒 有一個外戀關係都不奇怪 不過太早了一點 因為女同真的太小了 如果女同是18歲 那時她都是30歲 31歲 那就合理正常 只是一對神仙斷女 但女同12歲 她老母是多少歲 她老母照計 都比我30歲 大約18歲 31、32歲 即是說 這個被告 這個地盤工人 在24、5歲的時候 她就吃了 她又不是老牛吃亂草 她是亂牛吃老草 甚至乎 甚至乎 都不是很老 那棵草 當然 你跟我說 如果她老母12歲 生一個女兒 就沒辦法 我相信她老母 都是大 她的女朋友 大 是情侶 她的女兒 跟她的老母 兩人 跟X 同時間住在公屋的單位 相信是X的媽媽 跟X一起住的單位 X向警方透露 被告在2016年和2017年的某一個組相 攀上X睡覺的上隔床 然後用賓州 飛禮在X的C處兩分鐘 事後被告說她自己喝醉大了 記住 又是喝醉大了 之後 當一個12歲的 我甚至不能夠說的少女 當然可能會有少少少少女的場證 那12歲的女孩已經 但也是少的 很害怕 睡睡覺 在早上 突然間 叔叔 多數叫叔叔 跑上來 找一條賓州 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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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不懂得反映 當然不懂得反映 12歲 吵你不想通 跟你含不想 馬上招呼 那女孩要搞清楚 但12歲的女孩 是否很小呢 12歲當然是小 但女孩早熟 對於男女知識 某程度認識 甚至乎已經發育了 甚至乎已經發育了 有如今到 你作為一個媽媽 我想說 你帶男朋友回家 其實你都要去看著 媽媽 當然 責任一定不在媽媽上 因為她不夠保護她的女兒 夠細心 責任仍然在那個色情人上 但如果女孩是天生麗質 林匡正 12歲的女孩 可不可以正 可以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你滿念正經這樣回答 真的 12歲的女孩 發育完傳一定不會是 但有些12、13歲的女孩 就應該有輪郭 身形骨骼 那時我認識一條女孩 反而去到17、18歲的時候 就開始不漂亮 是真的很漂亮 她未必有令你挑起性慾的嶺 當然是漂亮 好 當你一個23、25歲的青年人 跟她媽媽一起住 哇 真是 每天見到那個12歲 可能不是 但可能是漂亮 不是有性慾那種漂亮 但是漂亮 不是有性慾那種漂亮 因為我們在街上見到一條小女孩 穿著校服 穿著一條馬條 你就覺得沒有性慾 但當你每天見到她的時候 看著看著看著 她就覺得 她的腿很瘦長 手臂 她的腿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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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的腿很瘦 然後她的腿很瘦 她的腿很瘦 你知道嗎 屋邨很多時 那個廁所 那扁門 用磨砂玻璃 走幾天洗澡 好像她的腿很瘦 她的腿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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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的幻想 就越來越衝擊 而所有性慾 就不是由你的視覺 或者聽覺那裡來的 是你的幻想 慢慢幻想 你就想實行 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腹瘦 因為腹瘦不懂得say no 或者體力上 或者甚至乎心智常都不懂 但是也是這樣 她更加是一種innocent 有一種無知無辜 導理 令到一些充滿瘦性的男人 男人多數是瘦性的 我們用我們的道德 去困住自己 但是當你的道德都困住 不想著自己的時候 你就開始會想 不如博一博 或者她不想報寸 尤其是 她可能是聽啤梨歌的 啤梨歌做個研究 原來在全世界各地 被人非禮而去捕捲的人 是不夠10%的 強姦都是 每一天都很多強姦案 但記住 每一天都很多強姦案 去捕強姦的 都不夠10% 我不是鼓勵人 絕對不可以這樣做 任何追求女兒的行為 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你這樣做 就不想辦法了 如果這女兒 十六七歲又不相同 你不就追求她 是吧 好了 X繼續跟警方說 其後 那天她已經被人頂了兩分鐘 其實如果她再不搞 那個X都未必會報寸 但是 當你定名兩分鐘後 她沒有報寸 你就悉心裝氣 你老母 會再進一步 這就是人的壽性 正如你所說 食髓之味 或者她也想 甚至會這樣跟自己說 於是一天去家洗澡 洗澡的時候 被告突然拋門 我要割了 我要進來遇刺 老實說 你正常識 因為小女兒都沒得說 不然我現在洗澡 我洗完澡 你認得神 關人家的事 但是小女兒 就說快點 就是此類的 開門 其實小女兒是明知危險 始終是聽說大人小女兒 因為之前有撐她兩分鐘 是有過這樣的事情 好了 被她突然要求進去疑似 然後進去 阿X說 你的頭髮這麼髒 讓我檢查一下 就說是頭髮 然後 阿X想找個肉簾遮住 有個肉簾 遮住這個身 突出頭 他就說 你遮什麼 我還沒見過 然後 就脫衣服 這個地盤工人 然後走進去 他明明是跟阿X看她的頭 檢查她 不想是 是跟她一起洗澡 然後還說阿X跟她抹身 跟她洗身 跟著 還拿起阿X的手 即是捉了阿X的手 握住了奔舟 要打飛機 要跟阿X跟她 打了兩分鐘 喵喵喵很開心 是否有些新童感受 喵喵喵 有些這樣的經歷 很開心 對 沒有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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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丟戰我底線 他竟然這麼含家產 我聽不懂 我簡直想手引這個含家產 沒錯 你女朋友的女兒 又誰不想吃 問心我一句 沒錯 我才不想吃 你女朋友 好了 你竟然這麼狠夠僵 那女兒又真的未懂保護自己 入籃去跟她一起洗澡 大人搖大擺 還抓住她的手 你騙了她 經到阿X說 是握著她的手 整兩分鐘 究竟阿X 她沒有提到 究竟阿X有沒有這樣跟她打飛機 但是 作為一個男人 有個小妹 你自己常常想搞 你兒子 就這樣拿著她的手 我當她不動 都很厲害 是呀 或者她不動 你也可以自己動 她就這樣 這樣兩人也可以 你可不可以 好了 兩人衝完兩人之後 她跟我X說 引沙 她跟我X說 這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秘密 不能說給別人 那些人真是 X當時答應了她 這個是因為她害怕的反應 不是怎樣 難道她說 我需要搶通街 好了 到了2016年的年底 X都不是跟媽媽說 就跟她的腦表說 被告曾經非禮過去 然後其後她的母親就輾轉得色 為什麼不跟媽媽說 因為媽媽不會相信 為什麼媽媽不會相信 當然是說她曾經跟她媽媽說過 她媽媽不相信 即是她媽媽很有問題 對嗎 如果不是怎麼會跟表親說呢 那為什麼到那時候 去年 2016年年底 到去年2018年的9月才報警呢 這兩年 即是說 我有理由相信 她媽媽聽到之後 都沒有想要立即報警 都是警告那條子 直至那條子 因為有警告的表親 令到她沒有面 又或者這條子 跟她感情不大不如前 於是才報警 所以我們說看新聞 真的要在蛛絲馬跡發掘 這個世界當然有含家產老母 特別是年輕的老母 不懂教 很多時候不是 她重視感情 很多女人重視感情 甚至乎 不要說絕對 甚至乎多過 尤其是年輕的女人 多過自己的子女 為什麼呢 她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 她生育過 很多女人覺得沒有男人 真的不太甜 或者可能突然她見 她的兒子 經常是混亂自己的女兒 嚇醋 那她真的含家產 如果她玩到嚇醋 OK 休息了 Supermoment 算不算是紅的樂隊嗎 Supermoment 現在她算最紅的 OK 即是Supermoment 其實我不認識這類樂隊 但早幾年 我和你做節目的時候 你已經說你是喜歡Supermoment 為什麼呢 甚至她還未走上主流 是的 剛才還未走上主流 是 到幾年前 是 因為她 那時候你和我提過這隊樂隊 我一次看她 都知道這隊樂隊會很紅 OK 但這首叫 沉回一碗湯 那時說什麼 為什麼那些網友有這麼大反應 因為她的樂隊 之前有一首歌 《無盡就》 《雨傘》 黃之鋒 那些人經常唱 其實她 雖然她沒有說得很明白 但她好像 例如我和我一起反對國教 都是站在我們立場的 所以那些人都挺喜歡的 她是Supermoment 希望 希望 我覺得 有些主流價值 是真的不能夠 怎麼說 去否定 例如人權 自由 這些是不能不要的 甚至乎民主 這些都是比較次要的東西 因為民主的目的 就是能夠保護我們的權利 我們的人權 特別是我們華人 西方社會其實都經過這樣的情形 就是經常覺得我們蟻民 我們蟻民 我們蟻民 都是被人搞 被人管治的 於是乎 只能夠怨自己不命好 皇帝不好 你想不到 不是這樣的 我們人生在世上 最基礎的 真真正正的 就是要互相尊重 以及自己有自己的權利 天生的權利 你可以說 你是西方社會 但是你能夠不承認嗎 有誰不想 有自由 誰尋找快樂的自由 尋找滿足自己的自由 當然自由不是無限的 是有界線的 簡單來說 就是不影響大部分人的原則 不能夠違反法律 但是 如果我們連這些事情都不去爭取的話 其他想玩什麼 Walk and roll 都要看這個主流 或者看這個當權者的面色才去創作的話 社會因能進步呢 就是 你只是看大陸 我們經常不斷不斷不斷地批評大陸 而事實上大陸是不斷不斷值得批評 因為那些事情毫無創意 那些事情完全不好看 色施製作好也好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陸真的沒有人才嗎 你真的覺得 我們覺得香港人 會比大陸人高級一點嗎 大家問心 只不過在大家不同的制度下 於是就變了兩個不同文化的人出現了 我們沒有這樣的權力 也沒有這樣的力量去跟大陸爭取民主 因為他們都未必要 但是香港人在今次的Summer 就很清楚地表示了 他們是要民主 包括有一些 不是覺得民主這麼重要的人 都開始會醒覺 為什麼呢 民主當然有一個缺點 但是民主就起碼保護到你們的尊嚴和權利 民主提供了一個大家可以 商討解決方法的道路 老實說 你會不會被人逼遷就趕你走 如果那個政府真的做這些事情 民意 將選票就會告訴他們 我們是反對你這樣逼遷 或者那個刁民 我們贊成你這樣逼遷 你就只能夠相信民眾 對我來說 我對大陸的批評是很大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跟大家是有些不同的 我認為大陸這麼妖魔化的角度也好 只要一有民主 它會很不同 它會變得你們快得你們不相信 屁股,你不是那麼笨 屁股,屁股,你沒得救 就要看看 好的制度 就自然令到壞的人 沒有那麼壞 而壞的制度 就算好人也會變壞 大家在這兩個月就看得最清楚了 OK 記住這隊樂隊 我剛才以為是Super Moment 剛才看清楚是Super Moment OK 本來有些國際新聞 要講一點點 然後再講自己的業務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亞二國聯署 關注新疆維吾爾族人權 其實我真的看好鄧新疆維吾爾族的人 很可悲 這也有我們香港和新疆人的分別 因為香港就在國際社會的眼皮 看看 什麼香港 新疆不是什麼 新疆都看到 衛星始終利益沒有那麼多 這個才是重點 而醫生都不幫人爭取 但他們對身 他們都說 含架產 不要說 說這些浪費 所有事情 你怎樣操作都好 在政治上就是講利益 你說什麼 尤其是 你塔利班 剛才跟China make friends 你塔利班 都算得上 Hero 原告子主義 雖然阿拉斯單身之後 你就削一些 吵架 是跟一個 張利的 張利的 阿拉斯真神下面的弟兄姊妹 吵架 你老母運的運所的所奸 奸的奸殺的殺 為豬肉為豬肉 吵架 你老母要跟他做朋友 真的離譜 真的離譜 當然了 這個二二國聯署 是有沒有效力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是沒有的 但是 有沒有就是看現在和當社會氣氛 再加上香港問題 再加上外交戰問題 三合一 其實 新疆的人真的很慘 你不要說什麼 只是我們不斷說那些 現在新疆的打壓 出去回來的又可以拉 你去到外國郵埠的 外國郵埠的 外國郵埠的又可以拉 哈薩克斯坦的間諜案 哈薩克斯坦的間諜案 哈薩克斯坦說多一點 就捉了一個間諜 就說 屌你老母親 屌你 想謀求我們屌你利益等等 中國間諜 大家要搞清楚 為何要特別講這些新聞呢 即是說這些中亞世亞一帶一路的國家 都並不像中國想到這樣 如取如攜 即使非洲兄弟 都不是任你如取如攜 都會反你 屌你老母你縱容我招 你永遠就是用所謂的中國模式去行跌當地的官員 但是當地是會有人民的 官員和人民的利益未必是一致的 而你們的中國模式就是壓榨別人的勞力 然後高利貸地放鬆等等等等的東西 那你就犯了高利貸 就是 逼人家高室車 你們要想一下 為何經常說 因為我船不夠堅、炮不夠利 所以被美國老闆 如果你說船不夠堅、炮不夠利 你在軍地上 我想全世界的Top3 肯定俄羅斯、中國和美國 屌你這麼多船不堅、炮不利的國家 屌你這麼甚至乎連軍隊都沒有國家 為何又屌你這麼多虧 又不用被人欺負呢 這麼奇怪 你北歐瑞士、丹麥那些 有沒有被美國老闆欺負呢 就是 你經常去賴這些東西 又不想想你自己做什麼東西出來 屌你這麼多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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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想說多斯菲律賓的 明天再說 反而我想真的要說一下 我們小小的東西 實在太多電話找我了 因為剛才那些就不算了 打擾清楚 我的電話是66982429 大家要查詢的話 最好是WhatsApp我 OK 有些人呢 可能他們會覺得我很傲慢 但我真的要真心地說 我真的不喜歡這樣 有些人會WhatsApp我 打電話給我 有什麼樓賣呢 就是那個語氣 怎麼覺得我 是不是一定要服務你們呢 有生意不做 你們不是賣樓嗎 我再跟你們說 我不是賣樓 OK 我是介紹馬來西亞一個地方 給你們作為廢佬也好 什麼都好 想找環境好一點 生活便宜一點 給多個選擇給你們 OK 我們的行程中 是有樓看的 你就這樣問我 有什麼樓 我怎麼介紹給你呢 很簡單 我真的不明白你們這些人究竟是 如果你說純投資 我再說多一次 我不管的 我是投資而已 所以要看什麼樓 如果純投資的 為什麼你要去馬來西亞呢 一年幾個百分之一 為什麼要去馬來西亞 我真的不覺得你要去馬來西亞 不是啊 我要去退休 那你就不要只集中焦點在樓上 你是不是要看各方面的氣氛 政治、教育、醫療、食物 合不合你 還有一件事最簡單的 我怎麼知道你是什麼人呢 你打電話來問我 什麼樓賣啊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樓盤給你們 才開心呢 所以有時候出來 撈世界呢 我不是招職 我是要保護我的生意 計算呢 我剛才九幾 六幾的電話來 我先聽聽 Hello 哪位 是啊 是啊 我是啤梨 是啊 你是啤梨 是啊 你現在不是說了 是啊 你現在的聲音都在外面 在現場節目 你一天聽一下節目 你今晚聽從溫第六節 有你的聲音 在外面 在外面 不是啊 我聽不到 你聽不到 有延遲的嘛 我真是愚蠢 她說 聽著我節目都給我 這麼有趣 OK 一會兒我回覆你 我先做完節目 這位小姐 有很多電話 這些是真還是假的電話 我也搞不清楚 九字頭也不知道 不是啊 剛才你打給我 是六字頭還是甚麼 六字頭 我有人逐個打 好了 我首先要這樣說 我先不要說馬來西亞 我先說說我們的大BNO日 正如我所說 在我們同學開始做BNO的時候 是說十四五萬 十五萬是維持了兩三年的 到現在突然是十七萬八千幾分 我看回現在說十七萬八千幾個 BNO holder 我不管你們種種原因 為何不申請 OK 我是找不到理由為何不申請 最簡單的就是 多一本護照 為何不申請 就是這麼簡單 先不要說會不會有甚麼 其他的優惠 大家就不要 三天不買兩天 就找我們做BNO 為甚麼呢 因為平時上來 如果有我們的朋友就知道了 其實平時一至五 我們都很緊張 準備要做節目之前 要看很多資料 要做一些 雖然你們看的節目 就不覺得 要做很多分場 要做很多起乘轉合的鋪排 事實上真的沒有空 跟你們去做BNO 因為現在BNO不是難做的 是煩的 OK 現在我上去網看 他現在已經說 要做6至8個星期 跟以前的11、12天已經是不同的 但6至8個星期是否可以呢 我都很懷疑 如果突然間多幾萬人 近來是有很多人去搜尋 我這樣說 66982429 WhatsApp我 如果你們想去更新你的BNO 或者換BNO 補領BNO 你WhatsApp我 我會將我們要求的資料 因為我們不是免費 跟你們為公眾服務 發給你們看 你們OK的 再確認時間 決定是哪兩天 就是27和28日 27和28日的星期六日 我想應該要不需要做兩天 其實只做一天 做一天都可以 27日 27日 星期六 所有朋友集中在27日 你說27日我沒空 對不起 對不起 再等下一次 千萬不要 什麼星期一 差一點 就這樣就算了 OK 你們準備好文件 約好的時間 我們27日 跟大家一次過 跟大家做 大家也可以上來訂購 一些東西 反正我和林康城都在 27日 好了 下星期 我26日 你們不要再預訂購 因為已經爆到 我怕錯不到這麼多人 我們的經驗太多人 也對我們不太有利 簡單地說 如果大家還想 接受馬來西亞講座 大家可以報 21日 星期日 都是一樣 66982429 我會WhatsApp資料 你去報名 66982429 10月團 仍然收緊客 不特別說 Sweetie TV Sweetie TV 昨天到達了一批貨 我落落數通知大家 有些朋友拿回去 明天應該還會有另一批貨 再來 還未清晰我們手上的欠貨 但我真的很驚訝 直到現在 我都覺得我們這次的產品 就是有些朋友 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譬如下個禮拜 或者再下個禮拜 再做多次示範 如果有買了一個朋友 真的不太適用 就可以上來 我們一起去指教大家 OK 最後 就是我們講了很久 明天我就會做圖 整出來的 就是我們的榴槤月餅 榴槤月餅 有什麼特別 榴槤月餅 到處都有 喂 哪位 是怎樣 哪位 喂 你就是菲麗的那個地盤工人 是啊 你菲麗的女兒 我要澄清 大哥 你怎麼看見面必遲 喂 但你的聲音不像二十六歲 二十七歲 喂 那我做這些事 這樣也沒有分聲 是嗎 但你的聲音 我不知道 你說你也是 我覺得你的聲音 好像是三十多歲 你是不是那個被告 不是 我說過過程 現在 你 你 你 我知 你現在是不是 你是那個被告本人 喂 但是這樣說 你現在能不能說 案情才反映 我在那個節目上 這個是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我想說我的心路歷程 嘩 正 等我 你做完節目我打電話給你 慢慢聽你的心路歷程 OK 你都不是上節目 我現在看你的節目 你怎麼都不能出街 嘩 現在我還不是出街 你是Live出街 現在 不是Live 你 現在遲了十秒八秒 當然會delay 當然會delay 怎麼會沒有delay OK 看 我不知道你見還是留 我一會兒給你電話 OK 你現在一直說就行了 喂 你一直說 我怕我妨礙司法公正 大哥 喂 喂 我妨礙司法公正 現在不是你 你 你當然沒所謂 你都差了一半 我一會兒給你電話 來吧 喂 這些可以第一身嗎 是 大家很習慣 你懂不懂錄音嗎 我不知道 即是打電話的時候 明天可以播出來 不要緊 我一會兒有錄音 你先試他的意見 就是 現在不可以這樣 大哥 你真的想博衰我嗎 我一會兒做完節目 我坐定了 我會給你電話 OK 他想說他的心路歷程 心路歷程和犯案過程又不同 是 如果說心路歷程 老實說 我都猜到 當你天天看著那十二歲 喂 琴貓待放 是 Anyway 我們《啤梨晚報》的確 是 那個聽眾很廣泛 是啊 真的 是吧 是不是真的 我們真的 真的 這樣也可以馬上有個電話打進來 是吧 我們這些節目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我想說回榴槤月餅 榴槤月餅每個都在賣 外面都在賣 我已經一早跟大家說了 我們是有榴槤月餅 為何這麼久才會出門呢 因為我們是要確保 確保了我們的貨源是要穩定的 不然你賣三盒 好像3DTV 就說沒有貨 沒有意思了 貨源要穩定 品質就沒有問題了 上次你有沒有吃過 有 好 基本上我跟大家解釋 我們現在要賣的是榴槤月餅 稍後 我們會出榴槤的糯米池 其實四季都有 OK 為什麼四季都有呢 其實榴槤 有沒有什麼意思 是有的 有時候長年四季都有 有些東西是扭曲了 就沒有那麼好吃 但是 我們為什麼這些產品 我們這麼有信心呢 因為我們是在最旺 當旺的時候 將榴槤跌下來的時候 將它的榴槤肉 做在糯米池或月餅裡面 然後其實整件事就是 將它用現在的冷凍技術 保持它們新鮮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當它是吃月餅或糯米池 但其實最直接的就是 你在吃一個365天 都是保持在樹上跌下來榴槤 最新鮮的榴槤 而且是冠軍級的貓山王 因為貓山王很多比賽 我不吃榴槤的 但是林康正吃過 我太太吃過 很多團友吃過 是直樹拇指 我就說 我就是要做這一隻 不是冠軍級的 不要說 冠軍是不是一定是代表最好的 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覺得很好吃 品質保證 你們會覺得很好吃 好了 我價錢都出了 其實有迷你的 都是8-200元盒 有些正常的 都是300元盒 你會說不用這麼貴 當你知道貓山王冠軍級的 是多少錢的 你就不會覺得貴 明天我會把詳情 鋪上網站或節目裡面 有興趣的朋友 訂了貨 因為我們是唯一的要求 因為我們地方有限 大家上來我就知道 通常我們指定的拿火日期 那天你要來拿 我們會先跟你溝通 你就要來拿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冰袋 冰著它 可以放幾個小時都沒問題 甚至乎你差一半天 因為我們都有雪櫃 但是太多又不行 100盒工的雪櫃怎麼放呢 你就要說 譬如說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如果你說15號不行 你要17號才行 17號那天 你就要來拿貨 我們每天的貨到 就是在英國那天 出到街 去保持它的新鮮 就是這樣 好不好吃 就是騙你一次 吃個好吃 繼續訂 這隻榴槤月餅 其實馬來西亞 或者香港也好 周圍都有 但是這樣的質素 這樣的價錢 每天飛機運到 湯都不進去 就直接在那裡 通知你們快來拿貨 接著你拿 哇 拿出來在雪櫃裡 自然解凍 融了算 一放進口 你簡直是完全 無論你是什麼天時 12月也好 你都在吃六月份 就是我們所謂的榴槤 季節 樹上熟的冠軍貓山王 我不吃榴槤的 但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就沒理由錯過了 我們啤梨晚報 或者啤梨商店 的貨品不多 但是每一隻 我們都是選擇過的 所以每一隻都要訂貨 不是因為我不肯集貨 林康正看著我做生意 其實我是很肯集貨的 我說你拿來給你們 是這些人給不到我們 無論沈四凱的護骨酒 牛王丸 Eddie Ho的Sweetie TV 全部都是很能賣的產品 我是願意付錢 他們都做不切 這次為何我是這麼審慎呢 因為我知道吃的東西 特別是榴槤 很多人喜歡吃的 但是月餅就快要聖誕 糯米池 這些是很榴槤的東西 所以我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整個過程流程 我今天才跟大家宣佈 但我就到了我們的倉 因為我不吃的 一會兒林康正會嘗試吃 我拿回去給我太太吃 明天我也會當年做節目 我也要了解清楚 這些是心路歷程犯 我們不要叫人那麼壞 一日未判案都不是犯 這個心路歷程而空的故事 如果我能夠覺得好聽 我就會美美道來 我也很支持這個朋友 因為他現在面臨這個官司的過程中 他仍然偷了担保之後 偷得浮生 繼續聽我們啤梨晚報 果然是一個非禮界的好人才 明天繼續啤梨晚報 拜拜